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阿波罗网报道 齐齐哈尔11名学生夭折 不让现花 数万民众聚集学校 无声抗议 打脸习近平 马克龙刚刚这样说 立刻被广而告知 德国大学终止与中国留学基金委合作 德教育部长称 应阻止间谍行为 挑战成功 17岁大医生将斯坦福大学校长拉下马内幕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美国时间7月30号星期日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齐齐哈尔11名学生夭折 不让现花 数万民众聚集学校 无声抗议 阿波罗网记者李远涵报道 黑龙将齐齐哈尔市34中学体育馆坍塌 11名女生夭折 大批民众到学校献花 无声抗议这个黑暗的社会 鲜花铺满街道 但却遭到校方的清理和驱逐 此举激怒民众 近日 数万民众聚集在34中学门前 无声的抗议 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故发生后 多名学生死亡 数小时不通报家长 学生家长谴责 数小时以来 官方没有派任何人 及时沟通情况或者安抚情绪 只派了警察盯着他们 防止他们闹事 警察还威胁死难学生家属 不先签字 不给看尸体 网友And CCP发推 血的教训太多了 希望国人却能站起来反抗吧 网友刚臣王评论 齐齐哈尔已经成为第二个郑州 体育馆夸塔压死孩子是第一次伤害 官方冷漠甚至无人性的应对是第二次伤害 全网送花是第一波反击 大量市民围观是第二波反击 人们不仅在思考这次悲剧的发生 也在思考整个社会体系的罪恶 希望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之后 人民明白真正的问题所在 打脸习近平 马克龙刚刚这样说 立刻被广而告知 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警告南太平洋岛国 要对新帝国主义保持戒心 习近平的党内政敌立刻对此进行报道 借此打脸习近平 7月28日 江泽民 曾庆红派系背景的 香港01发表文章 历史性访问瓦努阿图 马克龙口中的新帝国主义指的是谁 文章说 27日 马克龙在其南太平洋岛国 形成的第二站瓦努阿图发表演讲 警告南太平洋岛国 要对其口中的新帝国主义保持戒心 江曾派系称 这一番话出自瓦努阿图的 前宗主国之一的法国 特别显得突兀 据报道 马克龙警告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特别是在大洋州 一种正在出现的新帝国主义 一种权力逻辑正在威胁不少国家的主权 这些国家是最小的 往往是最脆弱的 江曾派系似乎怕人们看不懂 马克龙在说谁 文章接着说 虽然马克龙接着提到非法捕鱼 和带有不公平条款的债务 却没有点名任何国家 文章还特意加了暗语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 瓦努阿图的最大债权人 是中国进出口银行 这显然已经帮助读者清楚了解 马克龙是在暗批习近平当局 文章在随后还明确说 马克龙一方面暗批中国 另一方面又阻止北约将势力 扩展到太平洋西岸的做法 也确实凸显出其作为中美之间平航力的国家定位 而马克龙这一说法不管出自什么目的 对于江曾派系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打脸习近平的好机会 毕竟人们还没有忘记 习近平当时曾邀请马克龙 到广东省委书记的官邸引查 习近平说 这是他父亲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的住所 对他有特别的意义 马克龙结束访中行程 在总统专机上 接受欧洲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 世界报和回声报三家媒体访问 他表示 欧洲要避免因台湾问题卷入中美冲突 强调欧洲主要战略自主 不应成为美国附庸 这句迎合北京的言论 引起国际舆论哗然 各国政治人物 学者 记者纷纷谴责 认为他没资格做欧洲领袖 中共则将马克龙的欧洲自主战略 欧洲不应该介入台湾问题 反对美元的制外法权等说辞 通过官媒 惯以法国总统与欧洲 不要做美国跟班为题 对内进行广泛报道 不知中共这一次会不会报道 马克龙刚刚批了 一种正在出现的新帝国主义 德国大学终止与中国留学基金委合作 德教育部长称应阻止间谍行为 为了降低中国在学术间谍活动的风险 德国埃尔朗根大学5月决定 自6月1号期暂停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 不再让CSC奖学金获得者参与课程 德国媒体曾在3月报道 中国政府通过奖学金来控制再得中国学生 综合德国之声等德国媒体报道 CSC机构隶属于北京教育部 德国约有30间大学 曾经或者正在接收CSC奖学金获得者 埃尔朗根大学是首间教廷合作的学府 校方称 此举是回应德国联邦经济与出口管制局的审核 该机构负责监督敏感货物 软体和技术 特别是军事应用产品的出口限制遵守情况 该校管理层也表示 已意识到有关协议不允许CSC奖学金获得者 自由行使德国基本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德国教育及研究部部长史塔克·瓦特辛格认为 德国研究机构和大学有责任保护自身 免受领取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中国学生所进行的间谍行为 他受访时表示 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战略工具 应阻止这种间谍行为 这恐加速德国学术界划清界限 德媒3月曾报道 中国政府通过奖学金来控制在德中国学生 留学生会被要求签署限制性协定 无条件效忠国家 与中国大使馆保持联系及汇报学习进展情况 并填报一份情况报告表 倘若违反规定将受到严处 挑战成功 17岁大医生将斯坦福大学校长拉夏玛内幕 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校长泰西亚拉文尼 因大一新生记者的调查报告 涉及他的学术诚信问题而请辞 中央社引述《华盛顿邮报》报道 贝克是斯坦福大学大一新生 多月前才成为校园媒体《斯坦福日报》记者 并已醉心于一项巨大的报道挑战 贝克当时在寻找加州湾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职员 以检视泰西亚拉文尼曾监督过的研究 因为泰西亚拉文尼曾任该公司高级主管 去年秋天 贝克的一位友人告诉他 学术网站PubPier有一篇天文指出 泰西亚拉文尼研究团队的报告有过失行为 因此去年10月初 贝克请科学专家检阅泰西亚拉文尼担任共同作者的论文 这些论文包括专家指称的被操控图像 10月29日 贝克的《斯坦福日报》刊登了关于这些指控的其中一篇报道 一日 校方便召集专家小组 对泰西亚拉文尼的研究展开独立调查 上周 该专家小组判定 泰西亚拉文尼在多年的科学论文中未能纠正错误 并以异常频繁的数据操纵方式监督实验室 今年7月19日 泰西亚拉文尼发表辞职声明 宣布他将在8月31日卸下校长职位 但仍会担任斯坦福大学教职员 我们每天在副频道发表一个视频新闻 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 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 朋友们每一次安东油管的特别感谢 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您的关爱和支持 尤其感谢纯粹为赞助我们而加入会员的朋友们 我们唯有做得更好 回馈您的帮助 请您点赞 转发和留言 让更多人受益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